台北立委公文及的协助人数 经济部主席会含冠言议 将科技研发的成果 引进人爱乡 协助部落農业 含冠公路由申业的技术 合部品质提升 包括科技農业栽培生产 以及建立万劳公共文殊 及路由兴典的资讯 这行结尾23号再起 在人爱乡正式挂动 正式启动 将科技引进平安人爱乡的结尾正式挂动 由经济部主导 自撤回到冠言议共同投入 引进尚新浪业 交通和观光産业技术 希望协助人爱乡各行産业的充满发展 我们也盘点了一些相关的技术 然后去考虑说原乡 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产业 也需要我们这些产业的科技 来协助他们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在交通与观光路由方便 透过APP停设设计 提供台状运输 与路由定位系统 希望提升偏向交通 与观光産业发展的便利 透过一站式的网站 然后让民众可以透过一站式的网站 可以进入订车的系统 除了一般原乡的民众之外 也能够提供来这边原乡旅游的这些旅客 也可以使用套装的行程 或者是自由行的行程 那借由这样的假接 在旅游想要来旅游的这些观光客 它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资讯 然后也很容易就可以下订单 得到它的服务 也希望是说来到我们三边来 也要到能够业里的话 或是到我们部落的话 都能够引进一些游客进来 另外在農業生产方面 透过望楼要有混沌科技 提升栽培的环境 也运用萃取技术 真的都很不在乎加价值 第一个是种植的环境 譬如说温度 湿度 阳光 我们怎么去控制它最好的环境 透过科技的力量 像我们叫做冷压萃取的方式 把它萃取出来 更高比例的萃取出来 去做这个高质化美妆 护肤 或者吃或者抹的东西 他们有辅导我们一些课程 让我们咖啡员都能够参理这样的活动 参理一些课程 让我们提升我们所有咖啡的一个质量 在推销的部分还有行销的部分 帮助很大 一项家卫 经过一年外前期作业 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到差不多了 正是开动以后 中途人爱向结局推动 以科技实力提减 地区文数提减 地区文数服务 和在地路由兴天结合 提供既同性路运服务 改善完汉農業技术和品质 希望去阴境加借少年人愿意回向发展 接着王朝聖 彩虹报导